後面這些我要很快的秀 因為這些都是之前的選擇題 那我把它分割出來 就是讓你去看到整數 整數的學習 因為它剛開始起來對不對 所以他學生開始要什麼樣 學會數數 這些數概念 然後什麼叫做全部數 什麼叫做往上數 由大數開始往上數 有學過吧 什麼叫全部數 比如說3加5有沒有 學生一定要先做出3 1 2 3 然後再做出1 2 3 4 5 有沒有 然後重頭呢 1 2 3 1 2 3 然後4 5 6 7 8 他一定要是這樣子數對不對 後來他發現這裡每次都是3 都要數好像都是重複的 他後來數多了 他就知道 3不用數了 只要數5 因此生了就開始怎麼樣 3 4 5 6 7 8 後來更聰明了 怎麼樣 會發現3跟5 我講數3就好了 我從5有沒有 反過來去5 然後6 7 8 我可以越來越省力 數學就是越來越省力的方式對不對 但是呢你們學到最後呢 可能拿到就是前人的經驗裡面 最省力的東西 那其實是做了很多的省略了 其實這些過程 因此那些過程很多孩子如果不知道的話 他們其實就會有點難 所以大家一開始的時候會涉及到 學生的認知發展 好 那接下來先備知識對不對 超愛考 目前有一個還沒考 如果是我命題 我一定會命考 請問 學生要會報讀比例池 他要有哪些先備知識 比例池啊 有沒有 所以他要會選什麼姿勢 是不是要我會有長度測量 他會量長度嘛對不對 所以他有長度的概念嘛 所以而且甚至還要有長度的單位轉換對不對 因為常常公分變公里嘛 好 那除了測量 除了長度 或者測量的知識 他還要有一些什麼 相對的乘法概念對不對 然後他是不是還有比例的概念 有沒有 他知道那個比例的表徵 好 所以呢 其實那個東西都很複雜的 好 那因此呢 這些都是讓你看到說 這些都是整數 都是 這個是整數的部分 好 那進來的 這個概數現在已經擺到關係來了 所以會放到概數的部分 好 那因此他在做這些計算 好 無條件進入法 無條件進入 順便講一下 那個取概數 無條件進入法 我們常常在取概數的時候 常常很多同學都說 是不是只有實境位才用得到 生活中有很多無條件進入 例如什麼 坐計程車 有沒有 基程車是五塊五塊跳對不對 有沒有 好 他大概一開始跳 一開始跳 然後就是做了一程 對不對 做了一段 一段路程之後 他又開始跳 有沒有 他也是一個很典型的 無條件進入法 好 很多 其實生活中 生活中比較長的是 無條件進入跟無條件捨去 四捨五入是數學的最愛 那四捨五入為什麼要取四捨五入 好 四捨五入 他為了只是要有一個比較精準的估計 好 那這些東西就給各位同學看 這個就是在講脈絡 這個可以講很久 所以 你這中是準的對不對 15分結束 好 所以我還有幾分鐘對不對 好 那些給同學看 好 有問題再來問